郭靖为何必须死 金庸将郭靖子女外孙的名字倒过来念 就懂了 搬开以天屠龙记 身为读者的我们却看到了这么一段话 襄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屠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带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以为时不及 是的 你没有看错 郭靖郭大侠为了保卫襄阳城 带着七二家眷战死沙场 看到这里是不是觉得奇怪 同样都是保家卫国 为什么阳国 张无忌都可以带着红颜知己全身而退 却唯独郭靖就要落得一个 死于非命的悲惨结局 的确 郭靖早就将降龙十八掌和九阴真经 甚至天罡北斗正合而为一 到了刚柔并济的至高境界 只要郭靖愿意 就算忽必烈率领了千军万马 包围了襄阳城 郭靖照样能杀开一条血路 其实 郭靖之所以必须死 或许和郭靖子女外孙的名字有关 早在神雕时代的开篇 郭福就以一个美少女的形象 闪亮登场 她的外貌继承到了黄蓉的基因 何谓是肌肤圣血 眉目如画 只可惜 郭福却没有遗传到黄蓉的聪慧 反而是一个暴躁如莽之人 为此 作者金庸花费大量的笔墨描写 郭福如何挥舞力剑 斩断了杨过的一条手臂 又详细描写了郭福 如何在古墓射出冰破银针 爱的小龙女深重剧毒 简介和杨过分别了16年之久 尽管郭福是一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草包 不过她是郭靖黄蓉的大女儿 在保驾为国这件事上 绝不含糊 好比在神雕的末尾 当蒙古士兵涌进襄阳城时 郭福就义不容辞地 带着一千金兵出城迎敌 郭湘是郭靖的第二个女儿 她的性格和郭福有着天壤之别 原来郭湘古林精怪 有一个小东邪之称 看来似不像极了黄要吃 好比郭湘在16岁的那一年 就曾为了见神雕大侠一面 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 在邂逅了神雕大侠杨过之后 郭湘就此被杨过迷的神魂颠倒 和杨过越走越近 要不是小龙女被金庸复活 郭湘还真有可能和杨过共度余生 至于郭破鲁 在神雕侠侣中 完全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 她的武学天赋极其普通 加上郭破鲁又不像郭靖那般勤学苦练 因而郭破鲁就此成了一个平庸至极的路人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在金庸最早的设定之下 郭靖还有一个外孙 原来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金庸借着于连州说道 丐帮素来行事人意 他们帮主耶律渊如 又和大师哥宋远桥是极好的朋友 这是可真奇了 这个耶律渊如是谁 当然是郭福和耶律奇的儿子了 否则怎么复姓耶律 还能成为倚天时代的丐帮帮主 随着郭靖子女外孙的闪亮登场 只需将他们的名字倒过来念一遍 就能知道郭靖为什么必须死了 众所周知 金庸对人物取名颇为讲究 笔者之前的文章也曾详细分析过 书中的人名饱含深意 好比郭福 郭湘和郭破鲁 他们的名字顺着念一遍 可以得到福湘破鲁四个字 福湘破鲁和福湘破鲁四个字同一 代表了郭靖黄荣对子女寄予厚望 希望他们能够练成高深的武功 学会精湛的兵法 将蒙古人赶出中原 不过事与愿违 郭福暴躁鲁莽 郭破鲁一事无成 父母双亡山河破碎 因此 你若将郭湘郭破鲁的名字道过来念 会得到鲁破鲁三个字 而郭福和耶利渊如的名字道过来念 则是福如渊 福如渊和福如渊三个同一 也就是说 将郭靖子女外孙的名字道过来念 会得到六个字 即鲁破鲁富如渊 这六个字暗示襄阳城坡之后 蒙古人的铁蹄肆意践踏中原 百姓们身处水深火热之中 就连福如都不能幸免 可谓是凄惨至极 看到这里 就能理解郭靖为何必须死了 首先 金庸的武侠著作 看似虚无缥缈 实则与真实的历史融为一体 在真实的历史中 忽必烈的确踏平了襄阳城 金庸只能顺势而为 将郭靖塑造成了一个 为国捐躯的悲剧英雄 其次 郭靖能向杨过张无忌那般退隐固然是好 却丧失了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的特有精神 的确 杨过狂傲不羁 可以为了小龙女 退出江湖 张无忌 优柔寡断 可以为了赵敏 将名教教主之位传给他人 但郭靖呢 他可以这么感情用事吗 答案是否定的 因此 金庸在塑造神雕人物角色之名时 就已经设定好了 郭靖战死沙场的结局 不管是浮香破鲁 还是鲁破香 傅如冤 都将郭靖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的一生 展现的淋漓尽致